随着疫情的升温 市长魏嘉贤16号一早也来到了重庆市场 了解目前防疫的执行现况 他强调花联县防疫的措施已经升级为准三级 但是为了维持升级 许多的民众还是有采购的需求 因此市场也成为了人潮聚集之处 绝对不能出现防疫破口 为了防堵疫情 花联县政府15号开始将防疫措施全面提升为准三级 花联市公所也全力将防疫做到位 现在如果想要到传统市场买菜 除了要全程佩戴口罩之外 还要排队聊体温 做好手部消毒 国内疫情紧绷 但是为了维持升级 很多民众还是有采购的需求 因此市场成为人潮聚集之处 为了了解市场是否落实防疫作为 市长魏嘉贤16号一大早也前往重庆市场 提醒贪商及消费者要把口罩戴好 大姐口罩戴好 来口罩戴好 那因为昨天花联县政府已经升的准三级 升到准三级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防疫的部分 大家都能够提高警觉 因为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 那在也是有看到一些民众 有很轻易的去把口罩拿下来 那我们也是当场也是希望说他把口罩 要求他把口罩带回去 那也要拜托大家 防疫是刻不容缓的 因为一个疏失可能会造成 一个防疫的破口 那我们希望也跟摊商来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还可以做生意是幸福的 一定要遵守好戴口罩 请洗手的基本原则 市长魏嘉贤也指出 由于各个市场受限于周边紧离民宅 或者是属半户外市的状态 目前暂时不实施实联制 不过考量到三级或四级的可能性 还在考量规划当中 但在现阶段已经严格要求 各个市场摊商不提供试吃的服务 熟食摊取者建议消费者外带 就在徐丽琴华联士报道